另外深耕地方一甲子以上的松承浩国际有限公司 在中秋节的前夕 特别发送月宾礼盒给地方弱势家庭 在花莲县总计售出了4000份 而其中有1500份是希望 透过花莲市公所的社福工艺整合平台 将物资捐赠给涉及在花莲市的中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以及净贫家庭和社福机构 市长威嘉贤19号下午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对于松承浩自立公益的善举给予高度的肯定 人手一张领货券排出长长人容 在中秋节前夕 松承浩在全县捐赠出4000份的月饼礼盒 其中有1500份的月饼礼盒 在19号下午也特别针对花莲市内的中低收入户来做发送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传统习俗 就是我们对年内亲人过世的对年内都不能自己过节 所以由我们松承来送这些礼品给这些家属 那有一些家庭他因为经济比较困难 或是他没有办法去买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也能送给他 那尽我们松承浩的一份心力 花莲市长威嘉贤也特别到场肯定松承浩的爱心餐具 并颁证感谢庄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我们三星企业 长期来对花莲市的一个弱势族群的关怀跟关心 那也要谢谢我们松承浩的群体员工 长期以来不只是弱势 那还有一些像路灯的任养 或是一些慈爱基金的捐赠 都大力的在支持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 也要呼吁我们所有有需要帮忙的朋友们 一定要跟我们就近的里干事或里长来通报 这样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可以持续来协助他们 那也非常感谢花莲的这个松承浩 长期以来在帮助弱势家庭 不管是低收中低收或是竞品户 他都有在帮忙协助这样 然后每一年的三姐是 我们松承浩以以为傲的节日 他每一年在三姐的时候 都会办一些这样的节日 然后来凝聚所有我们 这些低收入户的家庭 让这些家庭被感温暖 松承浩这次再度发送月宾礼盒 魏婉婷表示 除了响应华林市公所 对弱势社团与家庭的关怀 也是弱势公司对企业责任 与回馈社会的精神 同时藉由抛砖引育 希望有更多三星人士或企业社团 对弱势族群赋予关怀 记者许立晴华林市报导